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新进行时 云端上的大桥上新了 贵州南部的深山峡谷 一座大桥正在凌空建造 平塘特大桥 拥有世界最高的混凝土桥塔 高度达到332米 但这样的高度却给工程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200米的高空 工人们要长时间进行高空作业 这将产生巨大的安全隐患 600个多个工人 然后在200米的高空 24小时简陆防护下作业 你想想你上去以后 茫茫一片像那200米什么都没有 开个现场会 今天桥基画那个图改了5到6次 然后我一直做了4个月 天天就做那个东西 所以做了以后到现在没问题 这就是成绩 所以大家要平时把工作做扎实 平塘特大桥项目总工程师 35岁的他必须想出办法 减少工人高空作业的时间 反复研究论证 工程师们决定创新工法 先将建桥用的零部件 一件件掉上大桥的桥面 栽在桥面上拼成大部件 最后把大部件安装到桥面前端 这样化灵为整 如同搭积木一般 将整个桥梁拼装成型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工人在桥面最前端 吊在高空中施工的风险 工程师将这种桥梁模块 命名为结断梁 但一节节断梁高度超过三米 面积相当于篮球场大小 重达140吨 约等于100辆小轿车的重量 这样一件庞然大物 如何才能在百米高空 完成拼装呢 霓虹江 平塘特大桥的装配工 今天他和工友们要进行大型阶段梁的拼装 虽然参与过互通长江大桥 等多个桥类工程项目 对高空中拼装钢梁有丰富的经验 但这一次他仍感到不小的压力 桥梁工程对桥梁结构和承重能力要求非常高 任何一个零件如果安装不到位 都有可能导致大桥的桥体质量出现问题 三十米长 三米高 一百四十吨重的阶段梁 由三十根大型钢构件组成 依靠四千颗螺栓连接 如何才能保证它的稳固呢 秘密就在这些螺栓身上 这是一种特别的高强度螺栓 通常用于桥梁 钢轨 高压 及超高压设备的连接 和普通螺栓相比 它使用的材料受力性能更好 能够承受更大的载荷 对于霓虹江和工友来说 这种特殊的螺栓 也带来了新的施工难度 我们对螺栓的力度要求特别高 也不能太紧 也不能太松 如果是用人工人为的去扭动的话 跟你做不到的 每一个大工程都将面临无数的难题 仅仅依靠人力 很难精准掌握高强度螺栓的安装精度 那就必须依靠装备的更新 它就是工程师们经过反复试验 研发出的神器 电动扳手 它可以设定螺栓安装时 所需要的力度 工人操作时 只要按下按钮开关 电动扳手就会自动工作 根据设定的力度参数 丝毫不差地将螺栓安装到相应的位置 到位置后 它会自动停止工作 防止工人过度安装 有了创新的装备和手段 安装效率大大提升 三十米长三米高的截断梁 只需要六个工人 花了八个小时就组装完毕 这里是青海 一座大桥正在跨越黄河 桥面前端的回旋吊机 可以吊起建桥所需的物料 这是造桥领域常用的装备 塔身矗立在桥面 延伸的横向吊臂 如同一个巨型手臂 吊起重物 回旋平台360度的转动范围 可以将重物吊运到任何位置 出色的吊装性能 使回旋吊机在桥梁建设领域大显深微 成为使用最广泛的吊装设备 它是否能用到平塘特大桥上呢 答案是否定的 一般来说 回旋吊机的承重能力 是自身重量的20% 也就是说 100吨重的吊机 以此能吊起20吨重的物料 这是为了保持力的平衡 如果吊的重物超过了这个比例 平衡被打破 吊机伸出去的吊臂就可能折断 甚至整个吊机 都会从桥面上轻浮下去 如今 平塘特大桥一节节断粮达到140吨 以此计算 吊机的自身重量 必须高达700吨 这接近于三架全世界最大客机 A380的重量 实际上七八百吨的回旋吊机 你这个在这个桥上它是实现不了 桥本身的承载能力是不够的 以前做的时候是 胶这一根清这一根 实际上这个如果串孔了 比较危险 在做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事情 然后最大的风险就是安全 显然 已有的吊装装备 都无法适应平塘特大桥的建设 然后你们可以从这个 工程师们必须创新装备 来解决困难 作为世界桥梁大国 中国一直是桥梁创新技术的实践厂 广袜国土 地理环境复杂 特载大 且交通组合多样 对桥梁的设计 工艺 材料 装备 都不断提出 超越技术极限的新挑战 高度居世界前一百名的现代大桥 有83座 在中国 超高的技术难度 倒逼着桥梁建造工艺与装备 不断创新与迭代 现在 工程师需要为这座天桥 量身打造一种新的吊装装备 它是世界第一高的混凝土塔 所以你想在这个上面 就是做一个探索和创新 就是我们在开一条路 这条路如果走成了以后 我们这一个桥 整个对我们这个行业 也是一种探索和带动 眼下 这位80后总工程师 要解决的难题是 用什么才能安装 这140吨的阶段量 此时 过去的所有经验 都不足以应对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 用不了 所有你的经验 基本上都用不了 变成一张白纸 然后从一张白纸上 开始作画 几个月的研发 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而工期日益临近 卡掉提起来 然后靠上去 靠的过程中 你的风比较危险了 它自身动力 就往下吹 就不具备这个拉紧的条件 实际上最后的用意也不大 有人提出 不如沿用老方法 让工人继续高空散装 虽然施工风险大些 但毕竟有现成经验可循 有现成的工艺工法 那你可以沿着老路一直走 但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一个技术团队 人家走过路 你再重复一遍 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些创新 所以这就是我们工程人的一种使命 创新是一种使命 而创新的灵感 有时需要打开视野 港口的龙门吊 给了季登桂新的启发 这种巨型龙门吊 能吊起的重量高达两万吨 相当于一万多台 家用轿车的重量 如此大的承重能力 来自于龙门吊的结构方式 两条巨型腿的支撑力 远远大于桥面吊机 在桥面上一个支点的支撑力 能否将两者做个结合呢 改变原有桥面吊机的受力结构 从单一支点的承重方式 改为矿式结构 像龙门吊一样 给它装上两条腿 稳稳地站在桥面上 并在下方铺设了轨道 让它能在桥面上行走自如 这个红色的桥面巨无霸 结构的改变 使它的吊装能力 比原有的回旋吊机提高了五倍 160吨的自重 按设计 它应该能吊起篮球场大小 重达140吨的截断量 吊装截断量时 桥面吊机要将截断量吊到空中 悬空的吊壁仍旧要承受巨大的拉力 但工程师们在吊机的后方 与桥面的连接处设置了后毛 这样吊机就牢牢地固定在桥面上 如同杠杆一样 达到力量的平衡 但新型桥面吊机能否顺利完成截断量的安装 还需要接受现实的考验 接下来工人们要将截断量运送至桥梁边远 由桥面吊机将它吊起 送出桥面前端旋在空中 由于截断量的宽度超过了桥面吊机的宽度 所以只能纵向拼装 到了空中再旋转90度 回转完成再将它下放 与现有桥梁平齐并精准对接 忙碌的众人之中 面色凝重的几灯柜 内心充满忐忑 对它来说 创新的桥面吊机 终于迎来终极考验 它每一个细节该想都想到了 但是当时就是很坎特的 如果现场有百密一书 有可能你会用很大的精力去弥补它 桥面吊机能否顺利完成截断量的安装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巨星截断梁要被精准安装到桥面上 截断梁上一共有1500颗螺栓孔 对接精度必须控制在一毫米以内 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30米长的截断梁终于吊装完成 如今有了这套新的施工方式和装备 原本需要三天的施工时间 缩短为6个小时 而且大大降低了高空作业的风险系数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